那我請教一下 如果依照國內法 我們有國內的人 我們的國民想要加入IS 有沒有違法 到目前為止沒有 沒有耶 所以如果國人要加入IS 是不違法的耶 那你拿什麼抓他 今天我們是以他的行為為主來判斷 他的行為是說 你是意思說他加入IS之後才違法對不對 加入IS要對我們國家 要對 而且是加入以後對國家 或者有採取恐怖行動才違法耶 所以你沒有辦法 禁止台灣的 人民去加入IS啊 對不對 目前是這樣 國安局局長 是不是也這樣認為 確實委員切到要害 我非常敬佩 這個看法 因為我們政策工具啊 沒有 政策工具沒有 法律工具沒有 法律工具沒有 那怎麼辦 要立法 原來 要立法 原來有立 但是這個過程啊 就沒有完成 沒有完成 沒有完成 是什麼原因沒有完成 這是上一次的會期裡面 就沒有 上一次會期沒有完成 那這一會期要不要再立 要要要 非常非常重要 那請國安局 或者相關單位 包括調查局 是 你們會整一個 法律案上來嘛 是 對不對 我剛剛問到說 台灣人民加入IS不違法耶 那怎麼辦 你相關的行政單位 檢調單位 調查單位 國安單位 你要如何去 防範啊 因為他不違法啊 好嗎